阿卧大使板块洞察投资机遇各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此拉达阿玛看股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2年2月24日早美股盘前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打出手 防止背离便下跌同步 这是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前一段先承认 上来先承认错误 咱们没有想到这个 不是说没有想到股市大跌 咱们股市大跌是 这不是说咱们现在 那个说股市还会有一波下跌 我说一般的情况下 MACD在跌到 负88的时候 往上走的途中 一定会有一个第二角 大家不用想 一定会有一个第二角 至于这个第二角 是这粘合一下再起 咱们当时说的时候是在这 那会儿还在这呢 那会儿还是一片欢歌笑语当中 然后呢 还是在这之后 真正的死差一下再走 这块了 咱们说不知道 但是一定在这块会形成一个背离 咱们当时还列举了2018年 是吧 2018年的一个情形 然后呢 呃 还列举了呢 就是2015年 2011年和 2008 咱们所有的情形 基本上都给大家树立了一遍 呃 我说的是咱们没有估计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大事没有判断对 呃 就或者说是他说是维和也好 还是进驻也好 他的军队 就是卢干斯克和顿内斯克 这两个地区 占了也就占了 估计呢 也就是西方这块 也就是方方气 然后呢 呃 普达地呢 这块呢 也就是把这军队就建好就收啊 因为你挑起一场战争吧 容易 然后呢 怎么收场 不容易 呃 昨天的局势就是咱们睡觉之前的时候啊 其实被A股开盘 A股那块开盘的时候 就情况是急转直下 然后呢 这个VX呢 就是玩命的飙升 是出现什么情况了呢 出现了这个呃 直接对基辅进行轰炸 而且呢 普达地的这个讲话呢 也跟原来那话茬啊 不太一样了 他原来讲话呢 说是无意进军乌克兰 现在呢 说的是要解除乌克兰全境的武装 而且呢 从他目前的军事态势图上来看 他现在呢 应该是变成了这个分进合围的一个方式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整个全球股市出现一个大跌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 在大跌之前 咱们当时在这块 是让大家加过仓 在这块呢 形成M头的时候呢 我们捡过 就是把加的仓位捡出来 一直我就主张的是重仓 重仓的时候 一直给大家这块 这个几个点啊 这块这个线是我现在已经 删凡就紧 原来是拿菲伯达窃给大家画的 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现在 首先来说 我们要看的是这块啊 我很多人都说是 4100 说是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4100 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支撑 因为4100那块呢 没有任何的一个什么均线啊 之类的位置 我都看不到 真正的菲伯达窃的一个支撑的位置 是在4081 然后呢 是这个3990 比较大的一个是4081 3990 再往下看 就是3850了 如果3850要是跌破了的话 那就整个就废了啊 美股就废了 但是现在我们止损的位置 肯定不可能放到3850去 如果要是在 昨天咱们认为 已经这个 俄乌局势 缓解的啊 已经加过仓的朋友 那么我们要注意啊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 MACD给调出来啊 我们把MACD调出来 大家注意啊 这块我当时说的是死叉 死叉一般的情况下呢 它是3到5根柱状线 就得拐头向上再乘金叉 现在呢 大家注意啊 1234 昨天是第四根 因为咱们用的是标普嘛 今天就是第五根了 如果要是今天 因为普达地这事 再继续急跌 那么这块就不是底背离了啊 这块就有可能会出现 下跌同步的情形 我们注意啊 这块是-88 现在呢 是-66 我估计今天一个急跌 还不至于给这个-88 给跌穿了 -88跌穿了 应该还不至于 而且呢 慢线呢 走过来呢 也没有那么快的速度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今天 如果这个急跌 一会开盘 我估计是开在4100点左右吧 应该是开在这 如果这个急跌 在这出现拐头的迹象 大家千万要注意啊 不要等底背离 你就去买 买晚一点没关系啊 买晚一点没关系 咱没有那么好的发财的命 一定要等他拐 拐头就跟 我跟大家说 我说咱们可以在左侧加仓 为什么 因为这块是一二三 三 咱们是在第三根这个阴线 加的仓 对吧 这是咱们已经左侧加过一次仓了 那么现在 由于咱们判断的错误 就是说 这块 整个 俄罗斯这块 大举进攻了 这块咱们没有判断到 那么这种形式呢 那个国际形式 这块 也没法这个预估 但是咱们能预估的 还是这个量价 量价咱们在哪 去做呢 一定要等到他 这块啊 黄线 靠近蓝线 往这个蓝线靠 你看他不在 这个蓝线这块 是不行 你是要说 你等他金山吧 有可能有点晚 但是 一定要等他 即将黏合的时候 我们再买 至少要等他 即将黏合的时候 我们再买 那么有的时候呢 又不是最低位了 不是最低位 你可能就是跟你 这块加仓的位置差不多 对不对 但是你得想 如果他要是说 跌破了这负88呢 我跟大家说过 负88是很 很难跌破的 因为呢 2008年那会儿呢 哎 才跌到了这个 负79 但是呢 由于整个 标普 现在估值 是2008年那会儿的 呃 倍数比较多了 所以说呢 他现在呢 出现那种 漏一下再起来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 咱们现在呢 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啊 这块呢 背离级别还是比较大 不见得说是能跌漏 但是我们得 防范一下 一旦要是说 今天把这块给跌漏了 就是负88跌漏了 那么我们要做一个止损 啊 做一个止损 你说等到 呃 说说啊 你可能指的地板上 止损吗 那基本上都止地板上 你等他回过头来 哪怕你再加回来 啊 也比就是万一 一向狂卸下去 因为在这儿啊 4080要是撑不住的话 呃 我觉得三 那就是3990这块 3995这块 也就够呛了 那么很有可能 就会直接一股脑 就爆3850这块 啊 38503860 但是至于到哪 能够止跌 那咱就现在呢 看着是这块 都是一个支撑 最重要的还是这块 MACD 不能形成下跌同步 大家注意啊 现在这个模样 是有点像下跌同步的模样 因为正常来说 一般的三到五根的时候 这个黄线应该是走平了 而不是这么 还直直的往下扎 现在这个黄线 还直直的往下扎 我们现在就观察 能不能在金银两天 它开始走平 什么叫走平 跟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图放大 这一块就叫走平 这块其实都有点拐头向上了 我们不要管它拐头不拐头 只要它走平就行 就是幅度跌幅要放缓 今天呢 是跌幅应该是在扩大的 所以我们要紧防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 我会坚决止损 那么今天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